Lio聊事記 天天有個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Hera對上三位1000分的玩家 這場比賽算是三位玩家平均是1000分左右 有兩位是800分 一位是1200的 所以我們平均算1000分就好 這一次Hera也是選擇新文名喬治亞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新文名喬治亞人對上三位玩家時候 該怎麼打會比較好 好那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喬治亞人的特色 喬治亞人一開始會有這個免費的羅車 那羅車的部分可以拿來探圖 但是不能尋養這些可以馴養的動物 所以Hera這邊探地圖主要是要探這些野生動物的位置 把這些羊全部找到之後 就可以第一時間去推路或是拉大象 這是喬治亞人一個前期的小小遊戲 那前期有免費一台羅車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早點去開下自己的伐木場去伐木 可以直接省資源 伐木的速度會比別人稍微快了一點點 大概多了10目20目之類的 就是你可以省下這個採礦泳墓地 或者是這個伐木場 其實就會蠻省的 但是這個果子呢一樣又是這個模仿去吃才可以 所以喬治亞人的前期算是比較省資源的 在野木來說 免費的一台羅車可以讓自己經濟增長得更快一點 那喬治亞人他的特色主要是打這個騎兵單位 他的寶兵可以每5隻騎士 加上每5隻的莫娜斯帕寶兵 就可以增加一點的傷害率 最高可以加4點 所以至少要有20隻以上 才會打到他最高的傷害率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 大概30-40隻的平均數量 去抱團去打團戰會更適合一點 畢竟這個只有21隻的話 突然死掉一隻 攻擊力可能就會下降一點 這樣子的話 沒有辦法以火力全開的模式去跟敵人處交換 所以30隻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會比較能打到這個傷害的巔峰 進行抱團傷害 喬治亞人他的強化教堂也算是蠻特別的 因為他有團隊加成 修理減少50%的效果關係 如果是要打這個城堡寶 推修理也是很便宜 TC爆的話也是相當省 所以這個戰術來說 喬治亞人的打法也比較適合打這個陣地戰 因為他城堡維修便宜 而且高地的減傷又特別多 喬治亞人主要是打這個騎兵 陣地戰都是蠻適合他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1000家的一個文明特色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不列碟人 那不列碟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吃這些薰養動物 吃的速度非常非常快速 而且他的弓箭手也是射成最遠的弓兵 那不列碟人的話他後期特色 主要是三種文明 三種單位都可以打 步兵 弓兵 騎兵都能打 這邊三級弓 三級訪全部都有 但是他的騎兵稍微弱臨一點 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但是他有三級馬卡 所以弱馬稍微還是能扛住城鎮中心 跟強化教堂的傷害 所以不列碟來說算是一個選擇蠻不錯的文明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所有的黃金兵種 都有八折的優惠 不管是要打強弩 騎士 火槍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後期還有火炮 風型炮這類的東西 還可以吃到彈道學的能力 那後期成為一個大雜營 打什麼都還不錯的能力 而且帝龍時代還可以打那個 打彎槓大商戰 可以去慢慢獲得資源 當然可以獲得無限資源的一個能力 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這個應該不用太多介紹 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些重點 法蘭克人的吃果子速度特別快 而且他騎兵有20%血量加成 但是沒有品種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有1,92遊俠可以使用 而且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所以讓法蘭克人來說 他算是一個遊俠國非常強大的文明 不只是單位強 連經濟也都很強 好 那我們就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Hera會怎麼一個打三個 好 那我們看到Hera這邊是用羅車 然後去讓村民去伐木 那一開始可以省下這些資源 真的是蠻賺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是直接 開始圍了這邊居住防射 開始圍房子 然後下居民 最近我的舌頭又咬到了 所以我的舌頭剩下腳炮 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講解比下來的時候 講太多 還是偶爾會咬到舌頭 其實咬到還蠻大力的 所以現在講話有點 含乳蛋了 好 那我們看到Hera這邊三級速度非常快速 十七...十八P上了 哇靠 十八P加一隻刺頭 然後打一個肉馬開局 那在曹治亞人呢 他的肉馬開局也是有點優勢的 因為他的肉馬在封建時代每分鐘可以回五滴血 到城堡是十滴 地龍時代是十五滴血 那這個能力在封建時代其實相當不明顯 因為要讓你的肉馬回血到一定的程度 通常你也可以升到城堡時代 所以這個肉馬 所以用肉馬去交換對方槍兵血量 其實不太明智 那大家到了後期這個每分鐘回十五滴血 如果可以在地龍時代回到這麼多血量的話 其實也是蠻划算的 因為他可以多扛一刀的話 對奇兵來說的一個交換 是非常划算的選擇 好這隻村民可能會被砍死 好收掉 HERA第一時間把法蘭克的一村給拿下來了 好那這一把我是沒有看誰是1200分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操作部分 誰會比較像1200分的玩家 好那目前看到法蘭克在這邊被殺了一村 而且圍的部分是後面 這個感覺這樣就不是1200分會做的事情 好這邊 補列典控兵控的還不錯 一直想用高地打低促 做一個反擊 這個操作還可以 你看這邊先圍後面就不正常了 好歹也圍個這裡吧 這裡圍起來 這裡圍起來 或者是 這裡先圍一下 對不對 這裡稍微圍一下 就圍得很奇怪 而且這裡還是上一人吃果 所以 這位法蘭克的玩家 應該不是1200 1200玩家 應該不至於會拉這麼多村民 直接 大爆吃果 其實是法蘭克也不會這樣子 頂多五個人就是極限 拉到 11個人 就怪怪的 好我們來看 布列典這邊 遇到HERA的落馬公式 槍兵有按嗎 哎呀沒按槍兵啊 這個 哎唷 還有愛因茲在後面 這關鍵還可以喔 那HERA村民第一時間反擊也不錯 那這個村民打算直接拉走了 要等槍兵出來 好 洛馬打了一下就跑了 那現在這樣子血量交換來說 就還不錯 每一隻的洛馬都有點 稍微殘血了 這樣子 回血的效果就會發到 發揮到最大 這也是HERA想用喬治亞磊的洛馬 做出一個優勢交換 噢 這邊一瞬間敲掉兩片田 120目直接拿掉 HERA這邊手速非常快速 但是那家的葡萄牙加上 外家的法蘭克也都是出洛馬公式 這邊HERA要補一個槍兵嗎 這邊洛馬稍微抱團一下 好 這邊第一時間集火抱團 攻擊了一隻 法蘭克的赤猴 順利的收下 葡萄三隻肉麻 直接攻擊HERA的這隻村民 這隻村民血量有點低 而是低血 但這邊瞬間拉走應該沒有問題 但三隻村民之前抱團 稍微蓋一下房子 稍微再圍一下 完美 OK 這就是會玩的人 可以瞬間做到事情 好 下方這邊可以再稍微微一下 那目前不列天是沒有打算 要繼續出更多的槍兵 槍兵出了一兩隻就停了 打的算是偏保守 那HERA這邊雖然分數現在非常領先 但他現在只有拿到一村的優勢 再這樣偷下去其實會有點危險 我們看這邊村民 現在一星加雷某是85村對上32村 所以以單純存容的角度來看 HERA是不太有利的 好 這邊肉麻直接反擊回去 這邊HERA這邊扣得很好 所有的肉麻都變成殘血 那這樣殘血的話血量就會一直慢慢往上跳 好 看這個HERA的細節都做得還蠻不錯的 好 BLADIAN這邊小工來 第一時間射掉了一村 HERA這邊有點忙 左邊打完換右邊 但是右邊這裡沒有搭槍兵 四隻弓手可能會被 弱麻直接收掉 好 這邊弓兵沒有打算要退嗎 如果是我就退了 不然就是不退 直接射到底 射到底 再拿一村 再殺兩村已經很鑽了 再殺一村就鑽到不行了 好 繼續射 哇 這個工兵感覺操作還不錯 看到他是1200吧 但葡萄牙這邊我們還沒有觀察到 所以還沒有辦法很好鑽定 這邊來直接包住 哇 還會鑽小洞 這應該是1200囉 看他剛剛的操作 然後還有這個意思到對方弱麻要過來這件事情 還算可以 而且圍架的部分呢 也圍得差不多 這1200的程度看起來是有道的 好 那葡萄牙這邊是四隻弱麻 然後有點空不太過來 所以感覺上1200應該是 BLADIAN才對 好 這邊HERA非常多弱麻 應該是要直接包夾掉了 弱麻殘血拉走 OK 拉掉殘血了 但是還是被抽掉了一隻馬 這時候就有看到 哎呀 來幫我 結果這時候 就最後才來幫 幫忙不裂殿這邊的工兵 但工兵只剩下一隻了 這時候反而可以過來幫忙一起爆打 但是有點在下水餃 一家一家的兵直接收掉了 阿 好虧 好 三隻殘血肉麻 在這邊可以慢慢回血 好 看起來封建時代差不多就到這了 反而客人這邊還點下一級弓 然後點下城堡時代 這個順序也夠怪的 應該是先點一下城堡時代 再點一級弓會比較好 升級速度會更快一點 好 這邊交換殘血肉麻就能活了下來 那現在HERA用殘血肉麻在家裡防守 讓他回血 然後用更多的血量多一點的肉麻進行騷擾 好 這邊肉麻第一次應該可以燒一隻槍兵 但是槍兵有待拉扯 還拉上面的槍兵掛一起幫忙防守 這個意義是真的不錯阿 看起來真的是1200家的玩家 好 這邊有點危險喔 槍兵 OK 回頭還戳了一下 這個操作細節OK 沒問題 好 這邊一點 挖金挖得蠻順的 工兵也是一久再出的 好 這時候不知道要 也已經點上了城堡時代 剩下沒有點城堡時代 就剩下不利一點人 好 現在工兵需要來到9隻 兩隻槍兵 好 這時候燈爆時代點下了2分30秒 好 戳掉兩隻肉麻 好 這邊城堡時代點下了1級馬卡也點了 但是這一波的工兵加槍兵壓力有點大喔 要轉戰矛了嗎 射箭場沒有下 這邊還是想要靠肉麻去解決 但是這樣交換下來其實揮繞會很虧 好 直接被迫起了一根箭塔 這邊用肉麻去稍微擋一下 進行對方箭矢傷害就好 先暫時不用正面決戰沒有關係 這邊工兵第一時間趕快是村民 射個一村也好 啊 拿下一村 nice 這個不列電玩得真是不錯啊 然後趕快用這個箭塔去射槍兵了 然後這邊肉麻就可以進行包抄了 好 槍兵過來 但是這邊的肉麻血量太低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解掉非常多的工兵 反而自己的肉麻損失掉四隻 這隻殘血的肉麻在吸引對方火力傷害 工兵趕快再回頭打正面的肉麻 肉麻血量也很低 又再繼續拉走 這隻肉麻又補了過來 殘血要繼續拉走嗎 來不及拉掉 但這邊這次拉到了高地 這邊再等騎士出來 好 殘血趕快退 這不列電真的是會玩喔 好 這個會玩 三隻肉麻 OK 補下了 然後幹下第一個 最方便 強化教堂 喬治亞人強化教堂 幹下之後可以在這個範圍內 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 所以會比較建議放在農田 跟這環境的地方 他們都會吃到這個工作加成的效率 那木頭部分的話也是可以蓋 但木頭一個缺點就是 木頭挖完就會一直往前走 所以會不太能一直吃到這個 10%的加成效果 好 這邊看到法蘭克人 過來營救一下不列電人 但不列電這邊的工兵還是全部送光了 三隻騎士正面碾壓 但荷拉這邊是沒有辦法抵抗對方法蘭克的騎士 雖然騎士稍微可以跟對方對打 所以對方已經有這個免費品種的關係 血量到了110D血 按個老頭怪補小跟著想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目前看到布塔這邊也是轉出了騎士出來 這邊工兵沒有碰好 跑到太前方 騎士正面開戰 好 工兵第一時間是射後方老頭 這一個不列電真的是會玩喔 厲害 直接把對手的招牆給弄斷 要讓這邊有點難受 但還是順利招牆到了一隻騎士 然後趕快把這個老頭放到車道院裡面 或是承認中心 右邊蓋承認中心的村民被迫拉走 不只去蓋 正面騎士去打 正面法蘭克瘋狂爆馬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 法蘭克有點厲害扛住了正面 而且不列電後方點掉了一隻老頭 好 兩隻騎士在軍區後面抓後方的工兵 哪一隻獅子總隊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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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Mysera 好 這隻騎士繼續爆砍一波喔 這一隻殘血的騎士拉走 回來可以補個血 右邊的神獸心也被順利蓋了起來 這波交戰是由osiRA 1檔3成功檔下來 好 這個法蘭克騎士有點送掉囉 OK 殘血騎士趕快拉回來 然後用這個老頭去補血 這個是以前我很常教大家去練習的一個方法 騎士殘血盡量往回拉 然後去補修道院去補血 那如果你是喜歡玩馬國的玩家們 你只要會了這一招 基本上你就不是1200分的 你算是1500左右 這個是算是你要 然後 繼續爬分的話 這個招數我一定要趕快練一下 殘血騎士保留起來 保留自己的戰略 這個是蠻推薦大家去練的一個細節 好 右邊兩隻騎士才對囉 好 這裡來到了三隻老頭囉 好 帶回來幫個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老頭的血量 好 喬斯亞人現在是兩個強化教堂防守 這邊一出去就遇到對方 不是一定攻兵非常大量的 攻兵數量16隻 這看來要出個什麼 爐炮之類的或投石車喔 在後面幫忙打一下 然後秀道院老頭要更多一點喔 正面有這麼多的騎士可以著想喔 老頭不出多一點好像有點可惜 所以這黃金呢要多挖一點 好 第一時間想去找後面的老頭嗎 當然可能來不及招翔 OK啦 這邊招翔有點慢了幾拍 再出翔再招翔一次 再出進去 再出來招翔一次 哇 這邊手速好快阿 知道到嗎 有點可惜來不及 好 正面的臭命沒有辦法 必須挖石頭 好 這邊還是順利招翔到了對方的騎士 好 過來又招到 哇 這邊騎士越招越多 來到了14隻的騎士數量 好 老頭趕快補 左邊的攻堅手 再拆除牧場的部分 這邊被陸先進來會有點危險 好 所有人現在往這邊一起走 好 看了伯利典有用語音跟他們交流 欸 往這邊進攻 結果下面 葡萄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偷偷蓋城堡 但是被霍拉看見 但有點來不及 這個城堡可能還是會被建起來 這裡硬蓋成功 葡萄把這根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應該就穩了 風情砲一出來 霍拉會相當難受 因為風情砲這個單位呢 需要475 這個救贖思想科技 才可以招翔風情砲 非常難受 哇 葡萄拉把這根堡蓋起來之後 也打出了 YES 非常開心 這個霍拉的主金 直接被控制了 非常難受 現在要把所有村民的 繞到副礦的部分 然後去開農起來 那這邊石頭要趕快挖 但村民這邊也是被塗掉幾村 看起來還是被抓掉了一些村民 好 這一波會戰 霍拉頂的城堡 傷害直接正面開打 這波交戰感覺並不是非常OK的一個選擇 這邊可能會損失掉自己的所有主力 後面城堡加風情報的傷害非常高 這邊奮力抵抗 不確定是為了什麼 而正面開打了起來 或是是沒有控好 但有可能 好 上方挖黃金的村民 這邊又被粉蘭克這邊再次砍掉幾村 感覺上真的是有點忙不太過來 這邊用黃金去挖就好了 先把這個黃金挖完 然後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在這邊蓋一棟城堡來防守這塊基金就可以了 現在這邊暫時先不要挖真的是比較好 現在背負受敵 然後正面騎士又非常大量 一定要城堡扛住上面的礦區 好 這邊石頭快要挖出來了 還有大概 200石頭 就可以蓋一棟城堡 那補列典又拉了一坨公兵 21隻公兵 加上正面的90公兵 這邊控黃金控的還蠻不錯的 好 補列典在正面補了一個工程系製造所 這邊包抄包得不錯 黑雷拉可能會把這坨公兵給收掉 這一坨公兵可能差次難逃了 好 要不要拉了兩隻騎士到後面打一下 蓋工程系製造所的村民 OK 這裡順利收掉 好 這邊有更多葡萄的騎士 直接衝到了霞雷拉的農田裡面爆砍一波 也不管有沒有城鎮中心 砍就對了 這個策略打得很不錯啊 讓非常多的村民沒有地方可以逃 黑雷拉第一時間也沒有辦法回救 感覺霞雷拉這邊有點空拍過來 村民 然後用這個老頭去召善他騎士 現在黑雷拉的村民只剩下51村 51村對209村 這波看起來涼涼 城堡要蓋拿了 城堡這時候已經決定蓋好了 但是要蓋是不列典的家裡 這根錢壓寶失敗可能就要GG了 這邊工兵 剛好攔截到去蓋寶村民 好黑雷拉這時候也沒有馬上喔 看到這個工兵喔 所以蓋不太過來 騎士在打這個村民 或是騎士到手 這邊村民至少被射了大概三四隻啦 有點虧阿 好這裡直接壓寶 敲得下去嗎 敲下去了 這根城堡敲下去之後 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不然連這邊要第一時間去買一根 箭塔出來防守嗎 但他沒有買賣 但是黑雷拉家裡後面已經被風行砲 加上大量騎士給壓了過來 哈拉這邊要防守著贏的話 一定要點下這個地獄四代 還有四七五印刷技術 把拉脫科技一點一點喔 才有可能扛得住喔 好現在布列典被蓋寶 有點被控住的關係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再爆出更多的單位 但是哈拉這邊有點尷尬喔 對方光不過來射擊 結果自己的村民還在蓋寶 好走快拉掉 後方的老頭 也要上來支援嗎 還在家繼續防守 OK 但還好這邊喔 他們沒有蓋很多頭死車 去採索是強化教堂 強化教堂其實可以用頭死車是解決的 好 再看看上方的會戰 上方會戰非常多的騎士 直接正面開打 非常多的騎士 在正面操作的傷害 好了啦 這邊騎士市場開始固多了 就跟寶看起來變道德寶 好 後面補他更多的騎士來補列寶 家裡進行防守 但這邊村民也是拉了更多過來 這邊硬蓋應該是有機會 但會來要趕快再爭取更多的時間 才有可能蓋得起來 這邊補列寶還拉了兩村 去蓋木門 哇 這個太會搞了 但會來這邊蓋 城堡的位置喔 越來越少 這根城堡 看能電到的寶 哇 會來這邊損失殘舟 村民只剩下40村 這根堡也蓋不起來 相當慘烈阿 太殘忍了 這個畫面 好 這時候 反而已經點了帝王時代 還有啦 這邊又拉了一些村民加騎士 想要再次往前蓋 但這個數量 可能是沒有機會的喔 工兵後方數量很多 12隻的傷害 繼續輸出後方騎士 這邊老頭拉了非常多隻 想來幫忙招響 趕快招 人招到5隻騎士 戰況就可能有所改變 OK 招了幾隻老頭 看我還不錯 現在騎士數量可以輾壓回去 投資車出來 炸的是 對方的村民 第一時間拉村民去扁 後方的投資車 但投資車也是順利擊殺掉 兩隻車民 正面 不利點轉出了幾隻老頭 自行招響 招了兩隻騎士之後 自己的工兵部隊也全死 好 趕快正面去看一下 這根堡能不能再蓋起來 但不利點這邊防守 蓋的還蠻不錯的喔 好 反正拉一下血量 後面殘血的騎士 血量再拉起來 但是風情砲已經在 到處進攻 Hera家裡的領地了 右邊的伐木場跟羅車 也被打掉了 正面騎士也是直接開砍 也不管你有沒有收到院 好 這一波攻擊在前方 第一直接攻擊是對方的 Hera村民 這邊村民打到非常多 直接打出了GG 哇 不利點這一把玩得真的是好啊 打得真的很不錯 那另外兩架 這個葡萄牙 也是成功把這個堡 建立起來 風情砲進行騷擾 回到家的領地 那法蘭克人呢 偶爾拍一些騎士 來幫忙 不利點這邊 只能說 這個 團結救世的力量啊 這個遊戲真的是這樣子 大家互相幫忙 還是可以擠垮一位 頂尖職業選手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不利點這邊拿到木材勝利 那食物部分是 Hera這邊拿到1335 那這個 村民數這麼少 還可以拿到食物第一 這相當不容易 不然應該是 法蘭克這邊應該是會拿到第一名 但Hera這邊還是拿到 第一的食物的採集量 這也是蠻不容易的 村民最後只剩下30吋的情況下 好 來看一下軍事的部分 軍事的部分 Hera的KDIS是1.18 菩薩斯是1.62 他的風情砲跟騎士 即燒到了Hera之後 非常多的村民 那騎士的部分也是 那法蘭克這邊也是 有達到1.07 看他的法蘭克其實 本身的這個量產 跟體質反正就不錯 那不列爹呢 這邊是比較慘一點 畢竟他是被 被Hera 針對爆打一波的 KD只有0.56 非常慘 但是他的一個打法 跟細節操作 實質上來說是 已經有拖延到 Hera的一些攻勢 這個進攻的攻勢 所以不能說他 KDX就是他懶 他反而是做最多事情的 這個不列電的關係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